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头跳娱乐 我是陈玉芳 我是屎泽雅 自从郑秀文和许智安复合之后 大家都很关心他们究竟何时结婚 Sami曾经说过他们现在的关系 需要多点时间去到磨合 趁没有这么忙的时候便会陪着安仔 最重要的是帮助对方成长 这才是最重要的 Sami那么细心安仔真的很幸福 不过现在Sami那么忙 应该很难抽时间陪安仔 青秀文这日一身英伦型格打扮 出席时装品牌活动 早前许智安举行演唱会 身在澳门的Sami 一做完事便赶回香港支持男友 可见他们之间多么甜蜜 Sami特意赶回来 看安仔演唱会的尾场很甜蜜 其实你们经常看东西特别甜蜜 我自己当时都觉得很正常 其实不是甜蜜到你们 甜蜜到流了一只 我觉得是很正常 两眼相处总是很正常的 而同场的安仔尔 近来就被家的事搞得很不开心 事关安仔的弟弟最近发现 原来十二岁的儿子并不是她亲生的 还要和前妻闹上法庭争抚养权 我感到有很多东西的信心 我感到有很大的信心 我感到有两个人 我感到有两个人 我相信或是没有信心 我感到有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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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们会继续这样 我还想要回到你的家 你还会留在他们 我还可以到法庭案 我还可以到法庭案 这是为什么我还未到家 我母亲非常吵架 我其实我非常吵架 其实即使没有血缘关系 Anna一家都是这么疼这位小朋友的 希望事件可以尽快告一段落 许智安鼻子仲息轻友 Semi为男友大平反 李佳音徐浩瑩齐齐亮相活动 佳音分享臭仔惊事 自爆小GM喜欢痴爸爸 令他有点妒忌 郑元昌来港出席活动 吃尽香港地道美食 他还自爆欧洲旅行时 到夜店感受当地的夜生活 欢迎收看《无线娱乐新闻》 并行得挺好的 就好像日前一班文字记者 讲笑地问Semi 就说我们现在常问你感情事 你会不会生气的 Semi就说他现在不生气人 而那天身处在澳门的Semi 还说要赶回看安仔的洪馆歌唱 Semi当日是赶回来捧安仔场 这天Semi出席活动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问他觉得安仔又表现得如何 艺人的感情生活 传媒当然关心 好像郑秀文一样 她每次出席活动 都必定被大家问起有关 她和男友许智安的事 这日Semi现身公开活动 当然也不例外 听过你叫安仔尾场 你就特意在澳门那场show 赶回来支持她的尾场 她看到你很驚喜 是不是很开心 应该的 应该的 其实有没有看她那个show 觉得她的表现如何 我总是觉得凡事尽力就已经是最好 因为完美永远都没有一个准则 我总是觉得尽力就是最好 讲起安仔在个唱上表示 如果Semi和张伟健跌落水 她一定不会够Dicky 结果被一班老友指她还会轻游 Semi就说要为安仔平反了 千万喜欢她会游泳 我很怕游泳 所以不够我会死 但是被人家说她还会轻游 不是啦 大家不了解 其实因为我不太懂游泳 你要帮她平反 其实真的不懂游泳 很差 不到地我就会很害怕 但是从来都没有学过游泳 学过但是我很害怕游泳 所以一直都学得不好 Semi和安仔一直都各有各忙 甚至连生日都没有时间庆祝 但是Semi就说 未来应该有机会吃一顿饭 都会的 其实吃一顿饭都可以的 不过我不想 譬如有很多狗仔队的时候 我宁愿去我家 安静点 风声我那么紧 就出去 我就很舒服 很自然很舒服 一定不会选正一 因为通常都会跟你们 是啊 其实Semi近日都是忙于 准备和刘德华 杜琪峰合作的新戏 早前Semi就透露 杜Sir要求她不要白酥酥 所以她要曬太阳 还要练大一点 但其实会不会 约完安仔一起去曬光玉 有关女子 好啦 曬太阳我自己搞定 不是啊 因为经常都听你们说 真的各有各忙 好像很少机会可以见到人 可能会趁一些机会 就立刻要把握好要面 是啊 我想工作以外 其实都要有自己真实的生活 去经营所有关系 所以会尽量 工作和生活都 尽量可以平衡到 提到有报导指 有传内地广电总局 限制娱乐节目太过娱乐化 严禁节目超时 甚至传出禁止香港和台湾的艺人 量上内地的电视节目 对于这个传闻 Semi就表示自己都不是太了解吧 我都未了解真实情况如何 所以了解一下 其实平时你一向 是不是有很多机会 都会回内地出席那些节目 我想其实很多艺术时间的趋势 都是为了因应电影的宣传 或者唱片宣传 很多时候都要去国内的电视节目 这个趋势 以及都已经做了很久了 因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就好像说是港台的明星 就好像抢了内地的明星的饭碗 就是他们这样的意思 所以有这个新的措施 你自己怎么看 我先了解 因为这些如果纯粹是报道的 我觉得先核实了 先证实了 先再思考一下应该如何去做 李嘉欣 徐浩仪齐齐亮相活动 嘉欣分肯臭仔惊时 自包小JM喜欢痴爸爸 搞到他有点妒忌 许智安被指仲息轻友 Semi为男友大平凡 容祖宜 钟恩彤等一众歌手 延伸澳门出席国庆会演技招 祖宜表示 以前北京出席活动的时候 遇到法哥令他兴奋莫名 艺人的感情生活 全媒当然关心了 好像郑秀文一样 他每次出席活动 都必定被大家问起 有关他和男友许智安的事 今天Semi现身公开活动 当然也不例外 听我说你押安仔尾场 你就特意在澳门那场show 赶回来支持他的尾场 他看到你很驚喜 很开心 应该的 应该的 其实有没有看他的show 觉得他的表现如何 我总是觉得凡事盡力 就已经是最好 因为完美永远都没有一个准则 讲起安仔在个唱上表示 如果Semi和张慧健跌落水 他一定不会救Dicky 结果被一帮老友指他更会轻友 Semi就说要为安仔平反 知不知道他喜欢游泳 我很怕游泳 所以不够我会死的 但是被人家说他更会轻友 就是大家不了解 其实因为我不太懂游泳 你要帮他平反一下 你真的不懂游泳 很差 不到地我就会很害怕 其实Semi近期都是忙于准备和刘德华 杜琪峰合作的新戏 早前Semi就透露 杜sir要求他不要白酥酥 所以他要曬太阳 还要练大一点 会否约完安仔一起去曬光荣 有关女士 不要啦 曬太阳我自己搞定 不是啊 因为经常都听你们说 真的各有各忙 好像很少机会可以见到面 我想工作以外 其实都要有自己真实的生活 去经营所有的关系 所以会尽量 工作和生活 都尽量可以平衡 好 另外呢 还好看到郑秀文呢 是回到香港出席代言活动 对于在许志安的演唱会 他是低调捧场嘛 因为同时他在澳门有一场 完了是做直升机回来 悄悄地跑到后台 也不坐在台下看很低调 他说演唱会 安仔的演唱会好看 我会力挺到底 他的最好看 郑秀文出席代言活动 为大家展示来系新装 而早前在澳门做完音乐会 便迫不及待 做直升机赶回香港 为男友许志安演唱会 捧场的三米 被问到安仔表现如何时 自然是有战无批 我觉得他已经尽力就好 而且我也看到他 在演唱会之前 做了很多的关练 也自己好好的训练 我觉得 尽力就已经很好了 早前安仔在演唱会上公开表示 如果好兄弟 张卫健和三米一起掉到海里 只能救一个人 他绝对是放弃兄弟救情人 我唯一的解释 就是因为我不懂游泳 他不叫我我会死掉的 三米表示 接下来便要投入 杜琪峰导演的新戏 和刘德华再度合作 加上巡回演唱会和录制唱片 将会非常忙碌 看来两人又要过着 聚少离多的日子 我就又拍杜琪峰导演 跟刘德华拍的戏 然后继续我的巡回演唱会 还有录我的唱片 所以也非常的忙碌 欢迎回来 今天的威灵师影展呢 就特别多的华语片呢 就参加哦 然后阿萨就凭着这个白蛇传说呢 也有机会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国际舞台的红地毯 她要穿得很漂亮哦 那是一定的啦 嗯 那么因为呢阿萨之后 工作非常忙 所以她没有时间在当地逗留 嗯 她说嗯 没关系齁 我会尽量抽时间 在飞机场 买些礼物呢 送给这个男友William 那机场有特色的东西 来自威灵师给他的看 我跟你说意大利的机场 可能会有salami and the dried tomatoes 香肠吗 嘿 我跟你说 另外Sammy她也爱得很甜蜜哦 刚在北京出席一个盛代的 电影颁奖典礼的郑秀文 这天马上要赶回香港出席 某时装品牌的fashion show 一向贴近潮流时尚的Sammy呢 在葡萄上面也分享 他对时尚的看法 好 我觉得Transeco就是又越简单越好 比如说你搭配一条很紧身的油嘴裤 或者是liggings 然后配一点点的accessories 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看了 男生的衣服我觉得 其实也可以好晚一点啊 我觉得好晚一点 像现在的男生都很喜欢时尚 那我觉得像现在的男生 会穿一点点比较鲜艳的衣服 我觉得也行啊 在北京出席那么大型的 电影颁奖典礼呢 Sammy感到非常的荣幸 再加上呢 在盛会当中的男后 跟一众的巨星好有巨手一堂 觉得很难得 我觉得整个盛会非常的隆重 然后也看到很多电影的巨头 很多很漂亮的演员 很多很handsome的男演员 所以感觉是挺特别的 因为我一向比较少参加 这一类的电影的生活 谢谢 谢谢